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扎心影片《万箭穿心》 影片一开场,李宝丽正在跟老公马学武下亲密 马学武说咱这一大早还在搬家呢,得赶快睡觉,甭瞎不闹 这李宝丽啊,是个尖村克国的小市民 做事斤斤计较,而且平息也不好 对农村出来的马学武整天是遗旨气势之手跨脚 因此马学武这些年呢,过得非常的变屈 属于王八吃圣坨,简直快没法活了 第二天搬家的时候 李宝丽又跟工人们吵了起来 这嘴跟机关枪似的,字字猪击啊 把屋里的所有人都骂懵逼了 司机胡子说大哥呀 我从业十几年了,就没见过你老婆这么难缠呢 整天被这样的女人管着,你也真够可怜 人的精神一压抑,这脸色就不好看 李宝丽说今儿老娘高兴随便怎么样 改天我再跟你算账 晚上睡觉前,马学武终于鼓足勇气 向李宝丽提出了离婚 李宝丽一听当时就梦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个懦弱的男人居然敢做出这么伟大的决定 让他是大跌眼睛 转过天,李宝丽的富婆闺蜜龙套姐请他喝茶 这龙套姐虽然有钱但也不幸福 老公不仅常年在外边熏花 温流张包到狗 还时不时的揍她一子 这日子过得也是相当的郁闷 本来这李宝丽就一脑门的官司 在一听龙套姐的倾诉 眼泪算是彻底的hold不住了 龙套姐说你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李宝丽说马学武那个贵村要跟我离婚 龙套姐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肯定是吃醋药 随后龙套姐跟着李宝丽回到了家 打算做做马学武的思想工作 李宝丽说他想跟我离婚门等我 我就跟他一直的号着 拖他个天皇帝 我不好谁也太好 龙套姐说你要是不想留他 就让他卷破盖圆滚蛋 你要是想留他就想办法做一些改变 光哭哭啼啼有个批用 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这李宝丽下岗之后 便在批发市场给老板打工 虽然这姐们比较可恶 但心肠还是不错 在市场挑扁蛋的龙套时 就经常受他的照顾 市场里的地头蛇 渐渐个一直基于李宝丽的美色 平时没事就跟李宝丽 车车淡翻番钱 作为厂办主任的马学武 在工作中 跟厂工会的小甜甜 一来二去产生了感情 自要是心有灵犀 已婚男女之间这种事 发展得特别快 没过几天 马学武就带着小甜甜 到便秘旅社开房了 李宝丽最近对马学武 非常的警惕 因此当马学武给他打电话 说我让加班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对劲 意识到可能要出事 于是便在马学武下班之后 在后边偷偷的跟进 果不其然 女人的第六感还是相当的准 绕过几条胡同 李宝丽就看到 马学武和小甜甜 走进了一家小旅馆 此时的李宝丽彻底懵逼了 他万万没想到 老实巴交的马学武 居然能干出这种事 想当年马学武追他的时候 跟他说的什么海枯石烂语木变 现在看来全是下了单 爆皮气的李宝丽 哪能咽下这口气 他略失小气 就从前台的嘴里 套出了马学武和小甜甜 所在的房间 然后拿着灭火器 就打算来个桌奸的床 但他转见又一想 这俗话说家者不可外呀 于是他改变了策略 给派出所打了一电话 说马学武和小甜甜 正在卖音嫖娼了 我们的人民警察 对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 向来都非常地重视 李宝丽这边刚撂下电话 警察出入就杀到 第二天的一早 李宝丽接到了 马学武单位的电话 让他赶快到厂里去 话小小事话的 谈出去对谁都不好 马学武因为这件事 厂办主任的官帽也被摘到 可以说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转过天 龙套姐来李宝丽家吃饭 龙套姐说 马学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你狗眼看人的 把他给逼的 你整天跟逊三孙子似的 他能给你好好过 马学武这些年受到窝囊气 他儿子小宝圈开的年龄 这孩子非常同情 他爹地的遭遇 誓死要捍卫 他爹地的合法权益 这刚消停了几天 马学武的妈咪突然从老家过来 这下可把李宝丽气得不轻 对老太太是冷言冷语 爱打不理的 从这点上来看 这李宝丽确实是个混蛋 转过天 马学武刚来到厂里 就被厂长给叫了 厂长说马上要宣布 第一批下岗人员名单 其中就有你 马学武说凭什么让我下岗 厂长说在外面招猫斗狗的人 多了去了 可被公安局抓住的就你一个 上级领导专门点了你的名 不下岗不行了 感情事业两不顺 马学武生无可恋 跳江领导和翻了 在马学武简短的遗书里 对李宝丽是只字未提 说明他对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失望 马学武的死 对李宝丽的打击是巨大 可他始终想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为啥 龙套姐说我实话跟你说 你新搬的那个家 下边有七八条路从楼下窗户 风水上这叫万箭穿心 李宝丽说甭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不信那一套 马学武虽然死了 但生活还要继续 李宝丽从此喜心革面 用自己柔弱的肩膀 挑起了家里的重担 转眼十年过去了 李宝丽在这时间里 吃骨收累可没少造罪 而且在家里的地位 也是急转直下 变得是既乖巧又听话 老太太比较善见人 说你要是守不住 就往前再走一步 可他儿子小宝不行 虽然过去那么多年 对他依然是恨之入骨 耕耗于怀 李宝丽想跟儿子操劲进步 可小宝始终是爱达不理 冷言冷语 刚刚出狱的健健哥 听说李宝丽离婚了 马上就开始翻签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两人是烈火预干柴 在车上就开始下回来了 高考前夕 老太太说小宝看见 你就心烦意愿吃不下饭 你最好先出去躲几天 等他高考完了你再回来 这李宝丽也没地去啊 最后只好住在了健健哥的婚姆 可这事也不怎么让小宝也知道 半夜就摸到了健健哥的住宿 小宝把李宝丽 骂了个狗血喷头 健健健哥在旁边 实在是听不下去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来说 李宝丽是互独亲切 一酒瓶就把健健哥给砸弄圈了 在小宝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 李宝丽特意做了几个赛 打算庆祝一下 小宝把马学谷的照片放在了椅子上 这明显是故意给李宝丽添堵 可这姐们是忍气吞声坑都不敢 小宝说喝完这杯酒 咱俩就一排两餐一刀两断 你不是我妈 我也不是你儿子 这房子呢是爸爸单位分的 你最好赶快搬出去 别等着到时候我黏你 李宝丽一听当时就闷了 说你还是不是人呢 居然要把你亲妈扫地出门 李宝丽思来想去是实在见不下这口气 于是便把小宝约在了天台上 打算跟儿子好好谈谈 小宝刚来到天台上 就赖了李宝丽一大足 李宝丽说我生你养你 大半辈子都是为你活的 你还有没有良心 小宝说你也别激动 我实话跟你说了 为了搞清楚我爹地自杀的真相 我专门找到了当事人小甜甜 小甜甜把一切都告诉我 说那天晚上是你给警察打电话 说他们在卖音条上 是你亲手毁了我爹地的人生 还装成原谅他包容他的好人 什么叫最毒夫人心 免利藏人 说的就是你 小宝的一番话 让李宝丽感觉就像掉进了条拉店 酸甜苦辣钱五味俱全了 影片的最后 李宝丽把房产证交给了老太太 然后收拾收拾 坐着健健哥的车离客的家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呀 既然一起进围城 彼此就该多暴露 相互尊重和理解 感情才能更加浓